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翩翩两计 来是谁 黄衣使者白山儿 手把文书口称赤 回车赤牛千向北 一车探千余金 攻势趋将稀不得 半批红霄一丈陵 几项牛头冲炭直 这是一个比卖火柴的小女孩 还要悲惨的麦炭翁 为了有衣服穿 有饭吃 她在荒凉的深山砍木头 辛苦地烧炭 白发被灰尘覆盖 手指被碳染黑 天寒地冻 冰雪积压 她穿着很薄的破衣服 连夜赶牛车进城 太阳升起 牛和人都又饿又累 停歇在室门外 等待顾客 谁料 宫里替皇帝采办物品的人来 二话不说 就要把牛车上的一千多金炭拉走 只留给老翁半匹红纱和一丈陵 充当炭直 可怜身上衣正丹 心忧探见 怨天寒 是快智人口的名句 一副干薄的老翁 自然希望天暖化 然而 为了快点卖出炭 他又宁愿天气更冷些 这种复杂的心情 突出了老翁处境的艰难 可怜两字 引起人无限同情 催人泪下 工人的掠夺 让老翁的努力和希望 瞬间化为泡影 真想替可怜的麦探翁 伸张正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